其实在一种思想空虚之下 忽然之间就觉得 我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之内 我几乎就是要抛头抛脑的 非常贪婪 绝对暴死 所以我等于全心全力 其实就是 就在这条搞思想 追求学问真理的这个路上走 学校那个时候 有三个接触最多了 其中一个被抓了 因为他要去搞爆破 是怎么回事呢 他要反抗当时的体制 反正就这种事就不要细说了 也算当心台湾蛮有名的一个案子 那种时代氛围那种沉闷和压抑 那不过是什么感觉 对我们来讲环岛是一种 就我讲规矩越多自由越多 但你想 如果你当时没去巴黎 你会什么样的生活 不可能 我要去巴黎不是大学毕业才想去 我高三就决定了 为什么呢 我们台湾长大小一定都会参加救火团 那因为救火团办的这些旅游活动 是台湾唯一能够的 可以让你去爬高三 因为那时候都是 我高三的时候都参加了 所以我就可以那一次有幸就爬到大雪山 有时以来第一次看到雪 然后看到黑森林这样整个这样 三千公尺 就等于这个 这个视野一下被打开了感觉 对对吧 而且我们是一个热带亚热带的 当你接触到雪 积雪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想象说 那在一个大陆 或一个大的这种国度里面 这个白雪峰辉大概会怎么样 它很多样 很多样 对呀 对呀 而且巴黎真的会有另外一种 除了生活上什么剧场 电影 食物 思想本身就是一些 真的是重重的这种美景在那里展开 真的是一种幸福 而且你会整天好像就是在一种亢奋状态 因为你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 你都有新鲜 也就是思想上的九池肉林 真的可以想象 而且那时候是好奇心最旺盛的时候 而且是来自世界各国的 各种的那种最激进的 就是最想去开创一些的这样 其实就是你讲了多少没错 其实在一种思想空虚之下 突然之间就觉得 我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之内 我几乎就是要抛头抛脑 非常贪婪 绝对暴死 所以我等于全心全力 其实就是就在这一条搞思想 追求学问真理的这个路上走这样 所以你是把你自己抛进去了 扔进去了 不只抛进去 我就是把我自己重新像那个挪刀一样 把我自己重新拆解掉 把我自己真的血肉骨头全拆了 然后晚上再掉眼泪 再慢慢的一块一块的接回去 然后再拿一个针线慢慢缝 慢慢缝 科学怪人 我自己是同时制造科学怪人的 科学家也是科学怪人 您说感觉挺像我们刚进北大的时候 回一起蔡玉佩时代的北大 那个样子的 因为那些有名的大师的科都 就像蔡市场一样 你上过服科的科吗 我当然没有 挤都挤不进去 你哪里有可能啊 可是后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街上或路上 其实我们经常都会看到这些大师 那即使在路上碰到他擦身耳朵 我也不会很茂密地说 你要不要停下来 我是在巴黎的时候身上一定有相机 可是我从来不敢逃出来 就有一种很奇怪 我觉得我不要成为观光客 那样子 包括我这些老师妹子我都不敢拍了 可是另外一个我在巴黎念书的朋友 就很得意说 你看看我跟何隆巴很通信 你看看他给我回信 然后通信两三封 他就把他当为人生自保 他说真的我心里是嗤之以鼻 也挺可爱的 真的那十年内是这样 而且讲说掉眼内真的不是假的 因为我怎么可能读得懂德西达呢 怎么读得懂索续尔的符号学呢 头五年是真的在那里 整天在那里就是撞山壁 然后慢慢的终于找到一条小路 但是还是一样啊 每一天也都是花了十几个小时 上课不讲 就是你回到家里 你还是要不停地坑 不停地坑这样 可投进去当然有个先进的条件 第一个无视条件 家里可以支持我 第二个我的精神状态可以支持我 去巴黎的时候 台湾变得很遥远了一下子 你在巴黎一段时间 也正好是台湾风气云涌的时候 基本上那时候还是有所谓的 台湾在那代表 在那里他们办那个 所谓的台湾同学会 那么每一个月都有活动 那基本上我是拒绝参加 我就是一个孤狼的一个这样 我觉得我来 我是要学东西的 我不是又在那里抱团聚软这样 没什么意义 所以久了以后 他们就开始对你会 就会注意了 所以当美丽岛事件爆发的时候 就会有些人用一种很辗转的方式 告诉你有这件事 然后就试探你 你的看法如何呢 这样子 类似像这样子 那我心里我当时就放下 我就不认得这样 几日以后这些人都当官了 走这路上也不会认识你了 我都还是觉得就是一个 Hanaya Rand 的一个原则 要有批判精神 你要有engagement 要有介入 这是什么要介入 这样等等 这个是一种所谓的 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还是轻 其实我回台湾这几十年来 一直到我退休 就基本是有修路跟修炼的过程 蛮好玩的 因为他们一直质疑 英美那时候回来 对法国这些他们都很质疑 对 而且他们是主流嘛 主流之外 他们都质疑就是 因为他们不懂法国 他完全真的看不懂 这从胡瓜怎么看 对一旦不可能 那条道路吸引你吗 比较明确的那条道路 我不晓得 其实我真的不敢讲 因为每一个人 有每个人的选择 每一个人的choice 每一个人的choice 那样子 因为这两种模式 是一直是 等于说 有相似又比较冲突的 一种被主流的声音所吸引 沉浸他们其中 那种是 或许也不用听这么多 不同的声音 找到自己的内在的声音 往前走 就说每一个人 要成就自己 其实都是宇宙的精灵 那个思想宇宙里面 寻求各自的那种 可去殖民 可以到那里去航行的 所以每一个人 都在建立自己的 寻找自己的星座 那样子 我现在已经快七十岁了 可是我还是非常疯狂的在国内在这个路演这样子做这种事 因为不晓得我到底是哪根筋不对这样子 但总是有一种 现在做这件事把它完成这样 同样的 当你对你的创作 对你的作品 对你即将要弄的 其实也都同样的 就是持续不断的 很长久 男性真的很奇特 我以前这次感觉还更强烈 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层次和那种魅力的那种 这种感伤 我好像一下火车就感觉到 那边是那个码头是吧 当那是扑口码头 那个是最悲伤的 被屠杀的一塌糊涂的 那是在家里里 你随时要坚持 对 对